大家好,把洗干净的苹果放入油锅中,出锅就是一道经典甜品美食。 女人和孩子特别爱吃,下面跟随视频一起来看看吧。 我们准备两个香脆的苹果,先用削皮刀把外皮削掉。 苹果被称之为水果之王,它是一年四季都能吃到的水果,不仅味道香甜,而且水分也很足。 俗话说得好,每天一个皮安果,长命百岁好快活。 削好皮后先对半切开,再切成四等份。 然后把苹果籽去掉。 最后改刀切成均匀的小块。 切好后先放一旁备用。 小碗中准备两勺淀粉。 打入两个完整的鸡蛋。 加入一点清水稀释。 用筷子充分地搅拌均匀。 搅拌成粘稠的糊状。 像饰品这样就可以了。 再倒入一点食用油。 一勺熟芝麻。 继续搅拌均匀。 搅匀后把苹果放进去。 让每一块苹果均匀地裹上淀粉糊。 大盘中准备适量的面包糠。 再把苹果块放进去。 用干净的小手整理一下。 让苹果均匀地裹满面包糠。 像饰品这样就可以了。 先放入大盘中备用。 接下来起锅多倒油。 油温五成热,用筷子试一下。 周围起小泡泡就可以了。 然后把苹果一块一块地放进去。 朋友们,我每天都用新小做菜。 如果你的手机还有电, 麻烦伸出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 您的鼓励就是我创作的动力。 感谢大家支持。 炸至表面金黄,先控油捞出。 锅中油温再次升高。 再用漏勺把残渣捞出去。 然后把苹果放进去,复炸一遍。 时间不用太长, 大约20秒左右,控油捞出。 有条件的撒一些椰蓉。 一道简单美味的苹果派就做好啦。 口感香甜又酥脆, 女人和孩子特别爱吃。 风年过节坐上一大盘, 全家人快是大厨。 喜欢的朋友赶紧动手试试吧。 感谢大家观看, 我们下期再见。